这个活到老 学到老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食焉 所以是在学习中 希望大家在休息时间彼此互动 向彼此的学习更好的经验 虚心求教 这是我们红老板建议 我们做茶点 做午餐 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 大家要抓紧时间 利用两天时间好好学习 彼此学习 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从老板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一个不成功的老板 要虚心向你们学习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 下面就进入这个 永生实际上听起来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 但是这是因为大家对传统文化不了解的原因所致的 你想获得永生者只要抓住一个窍诀 这个窍诀是什么 就是制造一个能源供应场 向你不停的输送能源 那这是一个场 这个今天在量子科学中称之为量子纠缠 形成的彼此互动 产生的各种力量 各种物质交呼而成的一个作用场 场大家知道 体育场 体育场的话 几万人在看足球比赛 最后形成了一个共振 大家都全力以赴的望我 然后在这些足球运动员的身上 所以最后整个场中是一个整体 那个气势十分震撼 可以影响场中每一个人 这就是场 这是生命场 地球它是个圆的 但是地球有磁场 有气场 磁场就是它的光场 叫电 那么气场就是它的大气层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地球为什么会有生命 是因为它有一个场 有一个量子场的存在 如果这个场被破坏了 这个地球生命就不能呆在这个空间里面了 所以我们从地球上来看 地球上的生命 所有的生命 为什么可以活生生的在地球中生存 是因为地球有大气层这一层场 像它供气 大家知道液化气 我们煮饭要用液化气 那液化气没有气 你不能煮饭 液化气的气源自于地水火风空 也就是来自地球实体的金木水火土 五行元素 如果地球上没有金木水火土 那么就这种精华物 大气不能生成 所以大气的生成 因为有金木水火土 五行元素的共振 形成了大气层 因为大气层就是场中的一种气的 或者叫能量的一种形式 气态能量的一种形式 接下去地球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叫电磁场 叫光场 这个光场保护着地球 不受太阳风 不受宇宙中来的 星体或者其他物质的侵害 它形成一个强力保护场 正因为这有三重场 地球表面有金木水火土形成的金华物 组成的金华场 第二层是气态的大气层的气场 第三层是光场 那么地球才从51年前到现在一直活着 那么到未来地球还可以活51年 大概它的寿命 那个时候是因为场被破坏了 我们人类现在不停地在破坏着 会加速 我们现在人类破坏着地球的金木水火土 破坏着地球的大气层 破坏着地球的磁力场 那么这个会加速地球的毁坏 地球的毁坏会导致我们失去永生动力 我们人类就会毁灭 有的人说 老师你在讲企业课程吗 我怎么听着好像天书 天方夜谈 企业是一个生命体 生命的存在形式多种都样 我们人是一个生命链 植物是一个生命链 然后动物是一个生命链 那么岩石是一个生命链 水是一个生命链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生命的形态 水有水的生命形态 人有人的生命形态 岩石有岩石的生命形态 如果它失去了场 岩石失去了场 它就会变成沙尘 它不能生存 这是老子所说的万物皆有灵 这个灵的解读 也就是说企业的灵魂是什么 企业有没有灵 企业有灵 企业的灵是什么